1998年曼谷亚人会第一次设立最有价值运动员这一称号 该称号由世界各国媒体投票产生 然后被亚澳理事会和赛会组委会认可的官方奖项 代表整个亚人会最高农狱 日本队是目前这一农狱的最大赢家 获得过这一农狱的运动员分别为 1998年曼谷亚人会 伊东浩斯日本田径短跑运动员 是第一个达到十秒整大关的亚洲人 2002年釜山亚人会 北岛康介日本男子游泳运动员 2002横空出世 开创了他的世界泳坛挖王时代 2006年多哈亚人会 朴太桓 韩国游泳运动员 多哈亚人会一举称名 豪夺三金一言三通 从此在亚洲泳坛一级绝尘 2010年广州亚人会 林丹 中国与摸球运动员 在广州亚人会男子单打比赛中 半决赛 林丰当时曾被称为林丹杀手的朴臣焕 决赛上2比1力错速敌李宗伟 成为了羽毛球运动历史上 第一位及奥运冠军 世界赛冠军 世界杯冠军 亚人会冠军 亚检赛冠军 全英赛冠军 以及多座世界雨联超级系列赛冠军 于一身的全满冠球员 2014年仁川亚人会 秋野公届 日本游泳运动员 本届亚人会中 一军突起 拿下四斤 一银两通 在他所播的七个项目中 全部获得奖牌 2018年 亚扎达亚人会 池江梨花子 日本游泳运动员 当时才18岁的他 在亚人会 一来拿下 女子50米蝶泳 50米自由泳 100米蝶泳 100米自由泳 4乘100米自由泳竭里 4乘100米混合泳竭里 6枚金牌 值得一提的是 这六个项目 都曾经是中国勇队的强项 这一年 被他生生抢走了 就在这届亚人会的第二年 2019年2月12号 他在自己的视角媒体上宣告 确诊患上白血冰 2021年 在东京都公开赛 50米蝶泳比赛中 夺得冠军 这是他复出后 首座冠军 杭州亚人会 谁会利亚群雄 赢得MVP 让我们拭目以待